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袭网际 清朝时期 世袭网际者又有了一个相当霸气的称呼 鸡传说中的铁帽子王不但听起来很拉风 显示程度也非同一般 两百多年间 清皇室的亲王贝勒数量惊人 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 铁帽子王却极少 总共只有十二位 平均十几年才有一个 足以称得上西有 今天介绍的这位清朝王爷 堪称最牛铁帽子王 子孙当中出现两位皇帝 还有一位摄政王 他就是爱心觉罗以轩 父亲为道光皇帝 道光一生共有九子 以轩排行第七 以哥哥咸丰帝小九岁 咸丰在位期间 虽然对一轩不错 封他位纯郡王 特意纯居他在内庭行走 一轩却略显平庸 丝毫没看出有什么出色的能力 跟六 阿哥一息相差甚远 贤锋驾崩前 考虑到儿子同志尚且年幼 为防止后宫太后盖政 贤锋不得不留一手 让八位顾命大臣辅佐教皇帝 俗话说防不胜防 贤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他刚闭眼 慈堂和慈禧两太后不甘心被顾命大臣压制 开始谋划将他们一网打尽 两宫太后心里十分清楚 仅凭二人的实力和手段 未必是顾命大臣的对手 必须找一些靠谱的帮手 宫亲王一息加入 纯郡王一轩也站在太后这边 万事俱备 慈禧通过心有政变 实现了既定目标 作为主要功臣之一 义轩从郡王升迁为亲王 义轩和六哥一息 都是慈禧以众之臣 两人结局却截然不同 义轩后来直接被削去一切职务 只保留亲王头衔 义轩却如鱼得水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义轩娶了慈禧的亲妹妹 摇身以便成为慈禧的妹夫 关系更进一步 就算看在妹妹面子上 慈禧也要对义轩手下留情 二 义轩为人低调 处事谨小慎微 次子光绪登基后 义轩担心被慈禧猜忌 立马跑到皇宫辞职 毕恭致敬地说道 为情允许我告老 只留爵位 为道光皇帝留一个无才昏庸的儿子 对于义轩的做法 慈禧太后非常满意 其他亲王只拿一份俸容 唯独义轩有资格领两份 可见是多么受宠 继光绪之后 纯亲王府又走出一位皇帝 其爱心觉罗溥仪 溥仪的父亲在封义轩的第五子担任摄政王 作为铁帽子王 义轩实在不简单 次子在田光绪和孙子溥仪都当上皇帝 第五个儿子在封 为摄政王 义轩临终前 亲自编了一首值得深思和学习的小曲 不分内容为 财也大 禅也大 后来子孙过也大 若问此理事若可 子孙钱多胆也大 天样大事都不怕 不丧身家不肯罢 参考资料 青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